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的长老们聚集起来 我给他们问一个问题 让这些长老从头在休息一些东西 很多这事就这样简单的侍奉 热心的侍奉 然后因为很多人称赞 他就满意了 当神有一天考验我们 我们发现我们太缺乏的时候 怎么交账 我再问你 使徒跟先知代表什么 代表全本圣经 教会要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 表示是建立在上帝透过使徒们在信有写下的道 跟透过先知们在旧有写下的道的基础上才建立信仰 现在我问你 教会建立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 也就是圣经 请问 在福利传福音的时候 圣经已经完成了没有 没有 圣经没有完成了 但是福音成全了没有 耶稣已经死呼呼了没有 但是全本福音的成全还没有啊 你明白就要是因为你从小长大 在犹太会堂里面 但是等到基督完成救恩 你才能透过基督完成的救恩的信用 才去回想你过去对救恩的了解很多错误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 从心又去了解基督才胜求的 因为以后上帝借助福音 耶稣基督来了有所成全的救恩 你才看出原来在基督里面 早就隐藏了这些事 所以当那一个太监 都以赛苏不懂的时候 菲利解释给他听 这就是指耶稣在地上受苦 太监读的是以赛苏52章53章 他如根处于干地 我们如羊走迷 上帝使我们的罪要在他身上 他为我们的过犯 为我们受苦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个他是谁 这就是刚刚发生的事 耶稣在十六将为我们死 偶然来如此 他到耶路撒冷去守劫 听不清楚 后来菲利把心又当作一把钥匙 去解释基督之后 他清楚 他一清楚他 我要受洗了 他明白救恩要受洗 菲利给他死洗 菲利到撒玛利亚去 又再到沙漠去见太监 他是一个伟大的传导人 他不是使徒 你说非利英文叫什么 菲利 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菲利 有没有吗 也是菲利 中文为了区别 就把一个法律神 菲利 一个叫菲利 你就知道两个不一样的人了 其实原来同样的名字 菲利 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这里讲非利 这是传福音的非利 这个不是使徒非利 所以撒玛利亚的教会 是传福音的人建起来的 信主 行圣绩给你施洗 大家这个教会的基础在哪里 没有圣经啊 为什么 因为彼得还没有写马可福音 马太也没有写马太福音 路加没有写路加福音 约翰也没有写约翰福音 还没有使徒行传 还在教会出去 没有福音 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是糟糕了 这个教会现在延伸出去了 除了耶路撒冷 在撒玛利亚有教会了 快快派人去 派谁去 彼得跟约翰 是不是使徒啊 所以那个教会不可以成为教会 除非使徒去confirm 使徒去肯定 去认定 去印证以后 那个教会才是真的教会 所以彼得到那边去的时候 不对不对 你们已经信了 信了 你们受了 够了不够 你们还没有受圣灵 按照在他们身上 圣灵就降下来 现在灵恩派的人说 你看 所以你要按照 来 我来按 你问他你是谁 你可以乱按我的头 为什么非力传福音不够 要彼得要安静 因为这是使徒 教会的根基 灵恩派这些人是谁 是谁啊 他们现在开始支撑使徒了 大家人问你